第三个呢 就是reduce的时state必须更新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啊 这里边呢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在这里边写东西的时候 写的这是一个初始化加读取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过程写的再复杂一点 当然中间的这些步骤呢 我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啊 我会把它存储到不同的文件里的状态里面去 这就是01执行完的结果 我再多放几个文件 index02.js index03.js ok 那一会呢 比如说我做完第二步 我就继续在那什么 那我们还是在这里做啊 现在刚才我们引入了一个东西 然后创建了 然后这时 这时create create完了以后呢 拿到这个东西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希望去试一下dispatch 如果你想试dispatch的话 那么好 我们现在看第五步 我们用dispatch 用dispatcher来修改 store tre中的state 好 如果我们想来修改它 那怎么做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任何一个代码 你拿到 你只要能拿到store 你就是store 比如说.dispatch b-a-t-c-h dispatch 然后dispatch 里边 它其实跟那个set state很像 就是你要写一个 这样的东西出来 那么首先 它有两个 这个什么 第一个是type 这个东西不许改 就是这个名字 是定死的 无论如何都不许改 然后在它后边的一个东西 你随意 那么当时随意的话呢 我们就写一个重规重矩的value 你别写的让很格色 让别人觉得这个有问题 那么比如说呢 这个东西我叫什么呢 我叫change name 这个里面 我使用了 类似html里面 那个穿堂葫芦的写法 type 然后value是什么呢 我把value改成王校长 从隔壁王校长改成王校长 好吧 那我再dispatch它 那dispatch它的话呢 那么底上边 我就要改写这个reduce 你现在这么做 没有用 因为他进来 他不吃这个 因为他过来 你不信你刷 我把这个写完 你说我dispatch了 他dispatch完 还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处理 那处理过程要你自己写 因为他不知道你要怎么处理 那我们现在来怎么处理呢 好 我们在这先把它遮住 遮住以后的话呢 那么首先在这 我可以console点log 给大家看一下console点log 然后这里面呢 是给大家一提示 是reduce 应该是calling reduce calling reducer 然后呢 action呢 我们看一下action action其实就是我们添进来的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还是 那还得把它放出来 我放出来 它会报错 我们现在还把它放出来 就是这里边的东西呢 不会变 但是这个calling rendering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东西就传进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calling reducer 然后这个有一个 首先这有一个 打印了一次这个东西 一个action 这个action是 你看unit 后面有一大堆随机的东西 你看我每次刷它都不一样 看到吗 每次刷它都不一样 这个东西其实是出手啊 就是你的reducer 在第一次soul 在整个第一次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初始化 所以它初始化完了以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后面你在用的时候 你每次dispatch掉用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一次 能理解吧 OK 然后呢 你看这第一次 它掉用reducer 然后第二次呢 它又掉用了一次reducer 那在这次掉用reducer的时候呢 这两次都是我答应的 这两次都是在这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两次掉用reducer 刚才打出来是这样 这两次掉用reducer的话 每次都有一个action 就是初始化的时候 有一个action 它初始化的时候 也会收到一个action 它也会靠这个reducer 你这reducer先绑上 然后它再初始化的 好 那么在这的话呢 我现在要进行开始处理 这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看 首先你这进来 你应该去判断 所以我们用switch switch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去switchaction的 什么呀 type对吗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让你必须写上type 否则的话 你那边接不进来 case 看它在什么情况 那么如果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比如说是change name change name 如果这个地方是change name的话 那我会干嘛 正常的 啊 这个猫号的问题 哦 case这没有 sorry 这个对哈 OK 然后在这呢 是你的处理函数 在这个处理逻辑里边呢 首先正常 原来如果我们正常 那什么的话 我们会怎么写 我们会直接是 呃 state state 呃 点name 呃 对吧 state 点name 对 等于action 点什么 点value 对吗 把action的value拿过来 然后我直接在这 应该是return 呃 state 对吧 如果你这么写 这次处理 我们先把它写全哈 刚才来讲 在这儿 呃 这么做完以后的话呢 你 你底下要有一个 呃 呃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 你要你要返回一个东西 如果他 你这里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这应该有一个default 呃 这个刚才是处始化 我们不是做他处始化了 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state返回 那么如果他那什么的话 点name 呃 点name的话 我让他等于一个 这是错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逻辑 这逻辑不知道会产生什么问题 对 好像这已经出错 呃 你看了吗 他是个止读的 他会告诉你 cannot set property name of undefined 呃 哦 state没有处始化 呃 呃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在这儿 给他一个啊 这也不能这么做 default的情况下 给个这个 给这个也不对 嗯 这个反正在这儿 是不能这么改 首先是错的 那么我们在这儿 要怎么写才能对的呢 我现在先把对的写上吧 这个都 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么写 这个地方呢 你必须新申请一个 是let result 等于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对象 等于这个新的对象以后呢 那么你设定他的result result.name 等于 呃 等于action .value 呃 正常来讲 你会顺着这么七了八了往下写啊 然后result.age 等于state.age 呃 然后return result 但是呃 我底下还是要说哈 你这么写的话 他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如果有茫茫多的东西 你就每一个都要这样写 所以这样写也很笨 那么我们 这也是个笨写法 这个首先是对的 我们评价一下 是 返回了一个新的 state的对象 是对的 但是 很繁琐 上面这个是 这是 试图 修改state 是错误的 好 那么在这呢 我们也把它拿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舒服一点写法 这个写法是什么呢 直接在这 还是用那个展开的写法 就是return t-u-r-n return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我 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先把state展开 我把state展开 然后我再让name 等于action .value 我这么做完了以后的话 它先展开 然后name等于state action.value的话 它会试图去覆盖上面的name 然后它出来状态就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现在看见了吗 它开始的时候处理化 啥都没有 undefined 然后到这的时候 type 就是它调用了一次 type change name 然后value 等于王校长 当然你说 这怎么出来一个 这怎么出来一个state 因为你这现在啥都没有的 你这里 你在它弄完了以后 你再去get它一下 你看看 这就是 好 你看啊 刚开始这个东西 什么都没有 然后的话呢 当然你这个 我其实来讲 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不 把它去掉了 这个太 太烦了 这事 好 在这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然后在这store 然后dispatch一个东西以后 这时你在get的时候 你就发现 我能get出来了 就是name是王校长 王校长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当然来讲 我还可以再改一个数据 再改一个数据的话 比如说我在里面 再创造一个东西 叫做 名字叫做 这个case 叫做 叫做change 或者叫plus吧 就是增加 或者add 不对 plus是加号的意思 叫addage 我再加一个addage 那么addage的话呢 底面 那它其实来讲 也是 它会进来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在这里 也是才展开state 在展开完state以后 state 对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让它的age age等于什么呢 我们让它的age等于state.age 加上这个action 这个我们叫做 也叫value吧 那然后我们在这里 再dispatch一个 这次呢 是addage 然后呢 我们这应该给一个数了 比如5 对 啊 它只有一个nn 开始age是没有的 那就是初始化的时候 如果啥都没有的话 我应该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东西 是state 等于state的本身 main 格 把这个copy过来 嗯 OK 出来了 那开始的是 你看我changer name了一次 然后我addage了一次 然后这次再出来 名字改成王校长 然后年龄变成30 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的一点 是说在这个地方 你绝对不能试图去修改name 然后呢 这样种写法也非常傻 所以你在这开始的时候 初始化一个东西 当然我这是初始化有东西 你可以初始化成空和什么 这样数据就是有的 然后在这的时候 用这种写法 把相应的东西set进去 当然你可以做更复杂的运算 这个这个随你 随你自己的意思 然后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state的就不变 用这个办法下来 OK 对这个我们说reducer是state的 必须引用更新 那么我们回去还是记住这个环啊 我们走的还是这个环啊 做完reduce以后 那么你们看 我读的时候 我这外边这是相当于build的空间 我读的时候 start点getstate 然后我需要往里写的时候 是dispatch一个action 然后它会掉到reducer reducer盖死store里边的状态 理解吧 对这个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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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环啊